那第一個的話請看一下這個題目 第二個的話呢 相關的說明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我建議各位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面去學習 那部落格要找到很簡單 就是打一個那個 關鍵字吳老師 另外呢 請你在網路搜尋裡面 找一下Word2007 其實呢 這個地方 因為我講過 Word2010的題目 跟Word2007的題目 基本上很類似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Word2007 那就會出現 有幾個連結 應該是第一個連結就有了 第一個連結你把它 因為我在東吳跟原字都有上 類似的課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第八次上課 裡面點進來之後 這邊就有第一類到 第一學科 數科的話一到六類 那這邊就會 因為今天我有講過 我們原則上這邊有六類 可是呢 時間不夠 那我們主要就講 實用級的 就第一個等級的 就是二三四類 二三四的雙數題 所以今天會先講 二零二 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你想要先 預習的話 可以從這邊點下去 就會開始上課了 實際上呢 就是直接在 YouTube雲端上面上課了 那有很多同學等不及的話 就可以先在這邊先看 你可以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可以看 那這個地方就是原生原癮 不過放到好像它的解析度 又要重跑 OK 就會花一點時間 OK 那就有個講解的步驟 那基本上呢 有二零二零四 二零六 還有二零八 還有二一零 第二類的都在這裡了 然後第三四 三零四 三零二三零四都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找後面的話 你就再找一下 下一次的 反正搜尋一下 應該都可以找得到 沒問題 那理論上 二零零七跟二零一零的類似啦 所以啊 你大概看一下這個解說 大概也就知道我上課的方式了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把這個系統安裝起來之後 在你的桌面上 也會看到 這個程式 有沒有 那把它打開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那個練習 第一個 在數科練習 這邊點一下 記得是數科 不是學科 不要點錯 數科練習裡面呢 找到 因為只有一個 Word 然後呢 類別的話是第幾類呢 第二類 這有關於段落編輯的基本技能 了解段落 我想Word 應該每個同學都有用過 可是呢 你可能 只會做一些簡單的東西 至於呢 比如說像段落編輯的 這些功能 你大概會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哪些問題 首先的話呢 請你產生題目 練習題目 202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它會跟我們講說 已經放在哪裡呢 C疊底下的 ANS.CSV下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 它會很貼心的 幫我們打開來 這個路徑就是 C疊底下的 ANS.CSV 裡面會有個資料夾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這邊喔 就會有一個題目 請你把它打開來 後面會有一個圖檔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圖檔 OK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練習題 那我要怎麼樣完成 你可以先看一下 它說第一個 請你開啟有沒有 這個底下的 這一個檔案 那就是我剛剛 有沒有 這個路 目錄裡面會有一個 這個目錄 WP02 那02就是第二類 開啟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 它跟我們講說 開起來之後的話 它原來的是WPD 對不對 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存成什麼呢 WPA就好了 就用另存新檔 存在同一個目錄之下 OK 所以將來 各位呢 如果要繳交你的作業的話 就是直接把 這個目錄 把這個目錄怎麼樣呢 改名稱 改成202 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那將來就會有202 204 20 一直類推 一直到410 總共會有15題 一直到期中考之前 OK 我想這個應該了解吧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開啟這個檔案之後 要做哪些呢 分別把1到5的 這個部分的題目做完 那我們這部分 題目就算成功了 首先的話呢 特別注意將來 設計的項目呢 請你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對象是做什麼 設定標題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找到標題 做什麼呢 左右縮排1公分 分散對齊 與後段距離1行 我們在想這個功能在哪裡呢 對不對 如果說你將來 你之前沒有學過WORD 也用過WORD 但是這個功能要怎麼做 第一個請你找到標題 那標題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設定段落呢 怎麼設定呢 首先特別注意呢 你不用選取 有必要放在 這一個段落就可以 那什麼叫做段落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個什麼 這個符號 表示說它是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這個段落的頭在哪裡 頭在這裡 尾在哪裡呢 尾在這個段落的結束 這就表示一個什麼 一個段落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段 不是一行 看起來是一行 可是在WORD裡面 是把它當一段 一個段落來看 那底下的話 只要有個Enter 有沒有 就會是一個段落 那游標放在這裡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去更改段落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會有個面板 它就有一個很小的 兩個字叫段落 對不對 那其實段落的功能 都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面板 但是你會看 那上面有沒有什麼呢 左右縮排一公分呢 好像沒有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那個分散對齊 其實是有的 分散對齊的話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分散對齊 那有些功能不見的 那你想說在哪裡 實際上特別注意 這個在Office裡面的慣例 它主要常用的會放在外面 不常用放哪裡呢 放在一個箭頭 對它就有一個機關 這個機關如果你不注意看的話 應該很多人會不知道 都在這地方 所以每個地方有沒有 都會有個機關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功能都會找不到 都躲在這裡面 所以每個面板你都可以切換過去 像插入裡面的每一個有些有有些沒有的 像這個插入裡面就沒有機關了 板面配置有沒有 有這邊就有 點下去這邊就可以 點進來就會跳出一個視窗 那我們跳到常用裡面的段落 如果說我今天要設置這個段落的話 第一個我要做什麼呢 它要我們做左右縮排一公分 那左右縮排 現在是負一公分 所以請你把它怎麼樣呢 改成一公分 單位已經是一公分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改一公分 OK一公分一公分 再來的話呢 分散對齊在哪裡 對齊方式 本來是置中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呢 分散對齊 分散對齊 然後再來的話什麼呢 與後段距離 與後段距離這邊 段落間距 與後段距離多少呢 一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原來是零行 請你把它往上 改成一行 按一下確定 有沒有發現 自動呢 就會改了 本來是這樣 對不對 那改完之後呢 變這樣子 分散對齊 就是說它可以把所有的字 分散開來 到這個段落最寬的間去 就分散開來 OK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左邊縮排 所謂左邊縮排 就是怎麼樣呢 這邊 我 這邊到這邊是左邊 這邊到這邊是右邊 那縮排的話呢 它 一公分 就是這邊一公分 這邊一公分 那分散對齊 那與後段距離 後段的話 就是以下一個段落 之間的距離 就是多少的 一行 OK 好 那這部分我想 各位先把這個檔案 開起來 先練習看看 謝謝 謝謝